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泰机司的工会说 现在机司人手只有疫情前的一半 根本做不到 以至出现今次大量取消航班的情况 有学者就认为如果情况持续 会影响香港国际形象 黄小姐12月中向国泰 购买了今个星期四晚上飞往台北的航班 但出发之前三天 她星期一才收到国泰电邮 通知她航班已经被取消 她一直等不到国泰通知她新安排 就打算自己上网站改机票 但发现要加1500元 她觉得不合理 于是致电国泰太热线 对方又说不用额外付款 她觉得过程很混乱 同一时间她也向保险公司查询赔偿 才知道这次国泰取消航班 并非受保范围 只是包含一些特定的原因 都是说天灾、人祸、暴乱 但我想她们真的要很认真想想 究竟作为一间这么大的航空公司 其实香港人也对这间航空公司有信任的时候 究竟我这些操作上的问题 是否要那么厚才发现呢 有旅行社说暂时已经有七个潜往日本 泰国和马来西亚的旅行团受影响 涉及150个团友 国泰通知旅行社的时候 已经安排替代航班 陆团可以同一日出发 但有一团被逼要提早一日出发 只是由一班团队去马来西亚 我们团队的出发日期和回程日期 是要被逼退早了一日 这个团队我们就通过需要和客人联络 即是说等了一日 客人有没有假期可以出发 如果客人可能拿不到假期 那有些可能是出发不到 可能令到个团被取消都不定 那现在我们还是和客人联络中 但她说国泰的航班时间一般较方便港人 即使未来继续有航班取消 都未必会转用其他航空公司 举例比如说我们用国泰 原来香港飞出去一般是早机的 回来多数是晚上回来的 如果是另外一些其他航空公司 如果她只是下午才出发 回来一早的 那我们都会站在客人去玩 但那个时间上充裕那点的利益 她着眼 暂时我想都是要选择用国泰 当然不希望她永远是这样做 也希望不要再恶化 刚刚过去的圣诞和新年长假期 国泰合共取消超过70班航班 国泰12月28号发声明 说正值流感高峰期 基斯因病缺勤比如其多 去到1月7号 国泰再发声明 说为了确保农历新年有足够人手 今个月和下个月要整合航班 每日取消大约12班机 但之后的星期一和星期二 就分别取消了21班机 大幅高过原本公布的数目 有保险业界说 旅游保险通常只会保障 未知因素所带来的影响 例如天灾等 但不包括商业决定造成的人为影响 因为你现在是明知道 需要调配人手去配合 农历新年的高峰期 这是一个明显的商业运作 这不是香港独有的 这是一个国际的标准 保险的原则标准 就是保障一些未知会发生的意外 如果旅行公司 因为人手不足而影响航班的偏培 而取消行程 而取消某部份的航班 这是他们可知的商业运作风险 他认为如果要修改旅游条款 以涵盖这一类 因为商业决定而取消行程 不但有违保险原则 更加会影响旅游保险的价格 如果今次我们做了一个赔偿 以后所有营运商都可能会说 他们人手不足或任何调配 而需要由保险去做一个赔偿 为他们作出赔偿 会令到保费退高 最后令到所有旅游保险 不是普通我们可以负担得起 可能会令到旅游保险很贵 他认为今次事件中 航空公司有最终责任 建议消费者保留资料 日后向航空公司追讨 行政长官李家超也回应说 特区政府非常关注事件 运输及物流局会继续跟进 一定要尽一切努力去确保受影响的一些旅客 他的不便和损失减到最低 当然如果有些情况的确是取消 而导致其他安排是做不到的 如何在其他方面去照顾他的损失等等 都要是认真和做到最好的 但是长远来说 郭泰当然要检视他的人力 和他整体的运力的长远发展和安排 国泰机司工会指出 公司2020年疫情期间 解雇了接近一千个有经验的机司 随后一年再有一千个机司辞职 令人手比疫情之前大幅减半 他说疫情的时候工会曾经和公司 就着无薪假和减薪等谈判 希望确保疫情之后 能够最快恢复人力 但郭泰当时未有理会 他指出现时多家航空公船 都已经全面恢复运力 他希望国泰重新检视合约条款 吸引已经离职的机司回来 有经济学者认为 国泰短时间内取消多班航班 未必有太大经济损失 但对企业形象造成的破坏 但就难以估计 如果是一个叫做经商的旅客 他自己要去内地做生意 因为你突然之间取消了航班 他谈不成这些生意 而是有一个很大的损失 这个负面的印象 就永远要记住 也都会在他自己的缘子里面 会传出去 那个形象上 那个损失来说 就很难去计算 得到那条数 2023年顺半年 国泰航空在香港航空市场 占有率达五成六 数位民认为 如果取消航班的情况持续 甚至会破坏香港国际形象 其实旅客那种愤怒 不单止是对那家航空公司 亦会对香港和香港 都会有一个连带的愤怒 那个国际形象上 是会有一个负面的影响 因为我们现在 是希望可以重振香港的旅游业 希望可以在一个城市之都 或者其他重要的会议 在香港举行的时候 其实这些的负面影响 是会对它有一个阴影的 文行处说 已经要求国泰在1月底之前提交报告 解释事件成因 行班安排处理手法等 并且敦促国泰 尽快向受影响的乘客交代安排 而国泰接受查询的时候 再次向受影响的乘客致歉 时事多面看今集时间到了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各位爱彭建华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案 控方原定开始传召重犯证人出庭 因为辩方律师缺席 控方先读出专家证人分析通讯软件的书面证供 正是复养的黎智英由警队护送组和返空特勤队压界下 楚愁车抵达西九龙法院 第8日的审讯 控方原先计划传召重犯证人 一传媒前行政总裁张建雄出庭作证 但辩方资深大律师彭耀雄有私人事务 缺席审讯两个星期 辩方说如果完成控方选问 或者需要申请押后审讯6至7日 让彭耀雄回来盘问张建雄 控方改为先读出专家证人 港大计算机科学系副教授周锦佩的书面证供 警方邀请周锦佩分析和测试 不同通讯软件和社交平台的用途 专家证人说 Telegram可以进行秘密对话 而测试集中在一般对话 将会能够自定用户名称 亦都可以编辑和删除对话 在WhatsApp信息发出后 亦都能够编辑和删除 在群组对话中 管理员亦都有权删除成员的信息 而Twitter可以在贴文加入井号的主题标签 方便接触到对内容有兴趣的受众 至于YouTube影片在上载后公开 非账户都可以看到 亦都有翻译字幕的功能 辩方在休庭之前就表明 稍后将会争议控方另一位专家证人 承诞法律学院教授黄桂国公辞的可信性 至于早前辩方申请在庭上播放24集黎智英的访谈 击共大约35个小时的片段 说预计需时6日 控遍双方讨论之后 决定在证人作工期间 分批播出全部片段 无线电视记者吴亚显 保护儿童会同乐居约役案 其中16人的案件合并处理 在区域法院开審 9人审前认罪还压后判 9个认罪被告由23岁至59岁 分别被控1至12项约役罪 其中辩方为两个被告求成的时候 提到希望法庭考虑索取社会服务令报告 区域法院法官黄思丽说 请求确实车望确实是斗胆 说不会索取报告 压后至下星期一判刑 其余不认罪被告下星期二受審 海关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 一部跨境私家车上 接获大约20公斤 怀疑走私黄金约值1000万 他是澳门男司机 正在调查是否涉及洗黑钱活动 批怀疑走私黄金一共有20块 收藏在一架准备出境到澳门的七人私家车上面 海关星期一在关口检查的时候 发现司机刑绩可疑 对七人车进行X缸检查 发现车底近司机位有一个暗格 藏有这批金条 海关说香港和内地黄金买卖存在差价 不排除不法分子先将黄金走私到澳门再转运到内地 在香港金银业贸易场的资料显示 我们见到每公斤黄金条的售价 约为港币50万元 而在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价格显示 每公斤黄金条的售价约为港币53万元 我们见到每公斤黄金条是存在着大概港币3万元的差价 我们也不排除这也是不法分子走私黄金 去到内地的一个主要有因 值此去赚取差价 今次是海关自2020年以来 破获手中利用跨境私家车走私黄金的案件 证据插黄金来源 以及调查是否涉及洗黑钱活动 至于被捕32岁澳门男司机 被控企图输出美裂仓单货物 星期三在西九龙法院提堂 无线电视记者陈翔报道 内地民行业去年亏损近300亿元人民币 据报民行部门已经订立今年目标 是行业整体获得盈利 有业内人士说要扭转亏损的局面 国际客运航线将会起到关键作用 全国民航工作会议近日在北京举行 会上公布业界去年减少亏损1872亿元人民币 根据民航局公布的资料 民航业疫情之前连续11年盈利 但爆发疫情之后遭到重创 2020年起三年之内 累计亏损近4000亿元人民币 但2022年亏损达到2174亿元 内地船媒第一财经分析说 虽然随着去年大部分防疫措施取消 国内航空市场快速复苏 甚至轻微超越疫情前的水平 但国际航线复苏慢 每个星期固定的往返航班 回复至疫情前的大约六成三 报导引述业内人士说 今年民航市场情况应该会好转 但要扭转亏损局面 国际航线将会是一大关键 中国民航局就说 随着签证政策不断调整 加上通关便利化水平提升 预计今年旅客出入警议院 会进一步增强 国际和港澳台地区航线 在春运期间需求旺盛 其中以香港、日韩 以及东南亚地区最受欢迎 无线电视记者 陈树仪报导 内地今年铁路目标 完成旅客发送量38.5万亿 货物的发送量是39.3100噸 国家铁路集团工作会议 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 今年铁路工作主要目标 包括铁路安全保持稳定 完成旅客发送量38.5500万人 货物发送量39.3100万噸 投产新线1000公里以上 并且建议提议完成 运输总收入1万亿元人民币 按年增长3.7% 会议强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一系列新政策 为铁路高质量发展带来新机遇 内地快时尚网构平台 去年收入已超过300亿美元 同行业龙头Sara母公司提齐 旗下拥有多个时尚品牌 包括Forever21的Authentic 去年宣布获Shein入股旗下公司 成为合作伙伴之后 Authentic创办人日前接受CNBC访问的时候 Shein作为一间快时尚零售商 如果不是全球最大 就是世界上增长最快 和Shein合作是正确的决定 因为无法击败他们 Shein的供应链太完善 他又透露Shein去年的收入 远远超过300亿美元 快时尚龙头Sara母公司Intertax 在2022年的收入大约325亿欧元 瑞典的H&M去年的收入大约230亿美元 即是说Shein已经超越了H&M 追上龙头Intertax 早前有报道说 Shein已经向美国监管机构 递交上市申请 估值目标900亿美元 但就遇到美国政客的阻撓 说Shein的产品来自强迫劳动 又利用贸易的漏洞 令到产品免税进入美国 为了并除政治阻碍 Shein去年起重金聘用税盒 在美国国会和行政机构进行游税 有美国前副总统的儿子 也有拜登政府前贸易官员 而Shein去年第三季 用在游税上的开支 差不多是去年年初的三倍 无线电视机就一直配音报道 政府检讨公共服务收费包括急证室 李家超说要防止滥用 明爱专上学院获批升格为大学 更加会更名为胜分制国大学 美国防长奥斯丁入院延迟通报事件 持续发酷 有共和党人要求他辞职 但拜登就说不会撤换防长 大家好 我是林可盈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 会整体检讨公营医疗服务 据了解住院费和药费等都有机会 而急证室的收费 就可能根据危急程度调整 加价或者减价 有关局和医疗服务方面的整体检讨 是会针对如何防止急证服务被滥用 令急证服务可以落到最有需要的人 消息说政府检讨公营医疗服务收费 不是纯粹要增加收入 而是在医生护士都不足够的情况之下 将有限的医疗资源用的其所 急证室系重灾区 其中一个原因是不少人是否都去求诊 不想少少病友 他们可能就拿出一份体检部 过来急证室就要求解释 例如生暗瘡或青春期 有些无法增长的情况 都真的会在急证室里面呈现 现在急证室根据病情 将病人分为五级 有五成六的伸证属于第四或第五级 即是次紧急、非紧急病人 急证室上次加价是近七年之前 由100元加到现在收费180元 消息说针对滥用情况 次紧急、非紧急病人有机会调高收费 第一级即是危态病人有可能比较少 医疗卫生界议员就认为要谨慎考虑 还有公立医院每种药物收费是15元 最多处方16个星期的药 据了解政府也会按药物数量调整收费 其他住院费、专科门诊等收费也有机会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 自由党建议向香港居民开征离境税 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说 政府会审视意见 但是强调要积极与内地融合 现时坐飞机外游12岁或以上的乘客 需要支付120元离境税 买机遞时由航空公司代收 自由党向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建议 在财政预算案向由陆路和海路出境的居民 短暂开征离境税 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说 政府有机制行常检讨公共收费 会考虑社会的实际情况 我在个人来说 我们多年是希望香港 是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亦都希望我们是积极去参与大湾区建设 例如我们现在看到 两地的人流都是非常频繁的 所以我们整体是 当然是鼓励两地的融合 亦都鼓励两地的人是往来的 过往政府曾经提出离境税 1999年金融风暴之后 政府录得超过300亿尺寺 时任财政司司长曾荫权 提出考虑征收海陆离境税 引起广泛争议最终没有推行 2003年政府再提出 向每个离境人士 征收18元的边境建设税 亦都遇到反对而各自 无线电视记者曾草可无道 名外专上学院获行政长官 会同行政会议批准升格 是第四间取得大学名銜的 自知专上院校 大学管理层宣布 升格之后会证明为聖方制国大学 英文名称是Saint Francis University 这个证明就丰富了大学界别的优秀学习机会 以及对有志专业发展的年轻人 是给了一个肯定的 证明了之后 大学就将会继续 是好像我们一如既往那样 希望扮认我们的课程 都是有自己的特色 原本的名外专上学院 设计健康科学院等五个学院 开办一个碩士学位课程 和十二个学士学位课程 四个年级合共有三千多个全日制学生 现届毕业的学生 将会以聖方制国大学发出证书 校方说升格之后不会调整学费 更加会研究推出酒店及旅游等应用学位课程 和更多碩士课程 不过怎样同志在大学竞争学生呢? 我们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 是找一些学生 是适合他的志愿 和我们所做的提供的 是相配合的课程 因为学校其实和学生 最重要是大家都互相配合 我们相信我们的招生方法和方向 都是好像以前那样 不会有特别的改变 学生对于学校性格感到高兴 有更多的公司可以让我们选择 或者更多的公司愿意选择我们做他们的职员 有来面试社会科学高级文凭的学生说 升格大学有助提高入学界吸引力 升格大学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 可以在自己学的时候 可以得到更多的资源 有哪个学生是不想的? 明爱祖在1985年创立明爱徐承斌学院 2001年获准开办副学委 2001年获得开办学委课程的评审资格 第二年改名为明爱专上学院 无线电视记者李慧宜报道 教育大学成立国家安全与法律教育研究中心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等主持成立典礼 中心将国家安全和法律教育 融入到大学课程当中 结合相关学术研究和实践应用 加强学生的国安意识提升私德教育 也会联同本地或者内地的专家学者 商讨开发相关培训教材 并且为本地学校或者公营机构提供指挥课程 和组织法律培训课程 并且定期举办分享会或者研讨会等等 美国一个海军士兵承认收售大约1万云千美元 向中国提供美军敏感军事资料 判监27个月 中方反指美方针对中国展开大规模情报活动 强调中方将会坚决维护国家安全 认罪判监的是逆音叫自文行的26岁美国海军士兵 涉案时在洛杉矶文图拉远的海军基地服役 他在中国出世之后移居美国 在2012年入籍 美国司法部的声明说 距2021年8月至去年5月间 最少14次收售中国情报官员 一共大约1万5千美元汇款 秘密收集美国海军的敏感军事资料 包括美军在太平洋的大规模演习计划 以及日本冲城 美军基地雷达系统的电路图 以及设计图 再向中方披露 美国司法部批评赵文行 违背捍卫国家的庄严承诺 危害在军队服役的人 又说会致力阻止中国 破坏美国国家安全的努力 赵文行去年10月 承认一项和外国情报人员合谋罪 以及一项受盔罪 星期一判监27个月 以及罚款5500美元 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案件的时候说 建立情报网络的是美国本身 我不了解具体的情况 我倒是注意到 美国情报高官曾经公开宣称 美国在华情报网络重建 已经取得进展 美方一边反复散布 所谓中国间谍的虚假信息 一边毫不掩饰地宣称 要针对中国开展大规模的情报活动 这种做法本身就很说明问题 外交部表明中方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国家安全 母线电视机长杨杰宜报道 美国防长奥斯丁入院延迟通报 有共和党人要求他辞职 但是国防部说奥斯丁不会辞职 总统拜登也不会撤换防长 美国国防部延迟通报 防长奥斯丁入院一事持续发酵 国防部再公布奥斯丁入院的始末 指奥斯丁最初是在上个月的22日入院接受治疗 当时要留医一晚 将部分职权交给副房长希克斯 其后出现病发症 元旦再入院一度在深切治疗部留医 至今仍未出院 官方始终没有透露手术详情和病况 以及奥斯丁是否仍然有未公布的入院记录 国防部指奥斯丁恢复进度良好 已经着手处理工作 星期一分别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和其他负责国安事务的官员通电话 国防部就事件致歉 解释没有及时对上通报 是因为负责的官员感冒放病的 承诺今后会完善通报机制 包括恰当和迅速地向总统、白宫 甚至国会和民众通报事件 属共和党的前总统特朗普批评 奥斯丁行为失当和失职 由指他消失了一个星期 就连他的上司总统拜登 都不知道他的行蹤 要求拜登直接辞退奥斯丁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 形容事件令所有人震惊 但他没有回应奥斯丁应否引咎辞职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 民主党的李德发声明指 关注国防部未有按指引公布事件 强调不容许同类事件再发生 正是与国防部密切联系 已了解事件的详情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阿比说 拜登无意撤换奥斯丁 无线电视记者陆子奇不道 有时一会儿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翻新闻时间 广州近日发行第一批房票 安置受到城中村改造项目影响的居民 是内地第一个推行房票安置的一线城市 有地产经纪就认为 有别于以往回签房补偿为主 新做法是要刺激楼市 由朱广州记者邓杰盈报道 广州石围堂片区去年宣布进行旧城改造 更一成为试点 发行了第一批房票 房票面值250万元人民币 广州全市通用 可以跨区购买房软超市 四个发展商提供的房屋 限期18个月 用房票买房会先购房票面值 差额多退小保 到期后未用也可以退回 房票实行实名制 不得违规套现或者融资贷款 但可以转让一次给 直系亲属或者其他拆签户 拆签户可以自由选择房票 回签房 200至300万元人民币 赔偿金等补偿方案 他们又会怎样选 有得选我们选购房票 选购房票我们买不回 指定那些买的不贵 四五百万元 实际起码一间屋居住 拿钱有什么用 始终买回 拿房票又没什么用 有地产经纪认为 房票安置是要刺激广州楼市 房票目前对于整个房地产市场 比较低迷的情况下 对于去库船 即是说有些楼外不买 是非常有大作用的 特别有些区域 大家都清楚 港州的一个拆签 港州的拆签来说 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很多问题 例如资金问题 安置时间 这些都是原有的一个问题 出了房票之后的情况下 无疑是令到这个港州市的楼市 有一支强心针 短时间有一波小洋葱 还有有回暖的迹象 业界人士认为 发展商可以维持房票的人 提供更多优惠 而达止相赢 无线电视驻广州记者邓杰盈报道 大陆下午成功发射 爱因斯坦探针卫星 而台湾就发出防空警报 说卫星越过台湾南部上控 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 下午大约三点 搭载爱因斯坦探针卫星 在西窗卫星发射中心升空 卫星之后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参与研发卫星的专家说 爱因斯坦探针能够精准捕捉 更加遥远和暗弱的爆发天体 而台湾就发出防空警报 说卫星越过台湾南部上空 但是英文名称就标示为missile 即是导弹 当局说是因为疏忽 未同步更新完系统用字 精准表达发射物是卫星 而不是飞弹 向社会带众自怯 国民党和民众党都批评 民进党当局 试图硬到民众 南韩通过禁食狗肉犯案 为例者最高判监三年 或者罚款三千万韩元 切三年宽限期 禁止食狗肉的特别宠案 在南韩国会以208票赞成 两票弃拳下通过 宠案由执政党提出 罕有感获得夸党派支持 有动物权益组织 形容是历史性 国会外就有反对食狗肉的团体声援 法案设有三年宽限期 即是2027年才正式申效 禁止民众以食用为目的 治养、繁殖、屠宰狗籽 以及销售狗肉等的行为 为例者最高可以判监三年 或者罚款三千万韩元 折合近十八万港元 由规定相关的狗场、屠宰场 卖狗肉的店铺和餐厅 向地方政府申报 政府说会就他们结业 或者业务转型提供协助 有业界估计 禁令会影响大约三千五百个狗场 和三千间餐厅 也有狗场计划提出法律挑战 但法案获得不少民众 特别是年轻一代支持 南韩传统认为食狗肉可以补身 特别是在潮湿的夏季三伏天 目前仍然食狗肉的很多都是长者 但提供狗肉的餐厅就越来越少 食狗肉文化日渐适味 或者和越来越多人养狗有关 南韩政府的数据显示 2010年养狗的家庭只有1成6 但到前年已经上升至2成5 连总统尹石穴和太太金建希 都是外狗之人 一共收养了6只狗 尹石穴还带同外欠上班 母线电视记者杨洁宜报导 澳洲昆士兰州北部展开海龟大型保育研究 科学家希望记录海龟的生态状况 而了解他们如何受到各种环境因素威胁 制定更好的保育政策 科学家来到昆士兰州北大宝礁海岸 不是为了度假 而是追寻海龟的终跡 但要抓他们一点都不容易 又跑掉了 全球每7只海龟 就有6只在大宝礁生活 科学家计划在莫顿湾至托雷斯海峡一带 统计海龟数目 为他们度高磅重和抽取基因 更了解这类物种正面对的威胁 这个计划由昆士兰州环境与科学部资助 与多间大学合作 研究包括在这个海龟惯常的棲息地 分析他们的暴食状况 科学家说相对在产氧地研究 这里可以更透切了解较年幼的海龟 如何受污染、棲息地缩减 和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 例如缺乏食物 会令痴性海龟体脂不足和磁熟 可能推迟他们产氧时间1至5年 科学家希望得到更多数据之后 制定更好的政策和保育计划 令海龟的物种得以延续 无线电视记者 简明信报导